Hello 各位 今天是我第一部 在新家 的一個影片 我們今天 要來開箱 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電腦啦 沒錯又一台新的電腦 好不好 再來電腦呢 在外觀上面喔 比較特別一點點 然後再來電腦呢 也比我的電腦好 那麼 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打開我們箱子 這箱子非常的大 來我們看看裡面有什麼 哇裡面還有一個小包包 為什麼裡面有個小包包 看看這個小包包裡面是什麼 小包包是線啊 這個不是重點 這裡面有附一張 是什麼 是什麼啊 證書嗎 這個 上面寫一個MSI 走開 走開 下一個東西 一條電眼線 這一個 是重點 好不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差點用的 我們先放旁邊 我們先再來打開 拿出我們今天的電腦 哇很扯喔 先給大家看看這個 側殼的部分 雖然你們看不到東西 好不好 不過等一下 相信轉過來 會讓你們打開眼界 這個我們先放到旁邊去 這裡面還有兩包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有一包是 束帶 螺絲 我用整個包裝起來了 這邊呢 哇 它這個不會還可以調和燈光 直接用這個遙控器 你看這邊有個遙控器 哇 怎麼這麼多遙控器啊 兩個捏 七彩霓紅燈喔 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些都是一些 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應該是可以用這個 遙控器 操控 不然附這個遙控器有嗎 難道是挑戰 先把它 收好 今天我們的這台電腦 這台主角呢 從哪裡來的 是從我們 MEA那邊寄來的 基本上呢 我們大家 DE阿 李傑森阿 小毛 全部都是用這個 MEA電競管的電腦 跟我們合作非常久了 它弄的電腦呢 我們也非常的滿意 用到現在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最近呢 郭蓋頭買了一台電腦 也就是我現在手邊的這一台 白色機殼的 然後它的裡面呢 蠻漂亮的 但是它還有一個更漂亮的地方 等一下給你們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把它的這個 保險套拉開 拉起來 全白色的一個 哇 這個機身 哇 新喔 哇 哇 這也太新了吧 這個電腦 我們現在呢 把這台電腦 轉過來給各位觀眾們看一下 來 轉過來 哇 看到這個禰豆子嗎 很可愛 捏 哇 你看一個禰豆子的一個貼紙 直接貼在一個機殼上面 哇 是一個玻璃鏡面 可是這個鏡面好像跟我的鏡面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鏡面是有一點黑黑的 有點看不太到裡面這樣 可能是 這機器啟動以後 這裡面才是重點 這張貼紙它上面的改圖呢 不是只是網路上抓抓隨便改檔圖上去的 並不是喔 它這張圖是我們這個MEA呢 它有去跟人家購買這個版權喔 然後再把它裝飾到機殼上面 其實非常的有質感喔 只是對我來說喔 有一點娘啦 好不好 如果是我自己本人 我是不會用這個啦 如果你有想要購買電腦的人呢 你想要裝飾你的電腦 例如說你想要貼貼紙 你想要裝一些燈類東西 你都可以跟我們這個MEA電競館 討論 討論你要怎麼樣打造你的電腦 你的光要怎麼做 這都可以跟老闆這邊做討論的喔 都是屬於一個非常客製化的 那如果說你要圖片呢 它也可以去幫你找 並幫你購買版權 才不會讓你被告啦 OK 那麼我們現在我也有點迫不及待 我們現在來趕快插電 看一下這台電腦到底長的什麼樣 至於這一些美觀的東西喔 這些圖片啊 這些燈光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插電 不過我要先前提先跟各位說 這些燈光這些外觀呢 是對你主機沒有任何效能幫助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就是有白癡問 這些貼紙純粹只是一個 你視覺爽度的問題 你加裝這些貼紙 加裝這些燈 並不會讓你的電腦跑得更快 變得更屌 欸沒有會變得更屌 就是看起來會更屌 但是用起來不會 真的是有白癡這麼問喔 不然我就不會這麼講 就像今天你的女朋友 你給她戴了帽子 你給她加了眼鏡 她哪也不會變大 她腿不會變長 她只是一個給你視覺上 你覺得好不好看而已 所以真的不要覺得 這種視覺的東西 會給你電腦帶來什麼樣的效益 並不會 OK 但是 如果今天你的女朋友去做了改裝 什麼樣的改裝 女朋友如果去做了眼睛的雷射 消除近視 或者是說 你女朋友去做了 陰道緊實手術 那麼 她今天對於這個效益上面的幫助 就會很大囉 這就不一樣囉 這個你們必須要懂 怎麼會有人問說 這個外觀的東西 到底會不會對效能提升 這是什麼 破幹問題 OK 各位觀眾 現在呢 紅鈴已經把 電腦通上電了 我們看到一個紅色的一個 敗家之眼 在那邊亮 那我們現在呢 開機一下好不好 哇 這根本是七彩霓虹呢 哇靠 過外頭的電腦呢 它的CPU的部分 是用一體式水冷 那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不裝塔扇 其實一體式水冷跟塔扇 其實沒有哪個好也沒有哪個壞 都是針對個人去做規劃 你到底是用哪一個 並沒有哪一個比較好哪一個比較壞 通常電腦呢 還是會用塔扇 少數高階的電腦才會用水冷 因為水冷呢 它的價錢真的是蠻高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錢 可以去改水冷 所以不要有自這樣問說 為什麼不要全部都是水冷 很簡單 一句話 因為他媽沒錢 不要問幹話 好不好 即便 他今天 我真的遇過太多了 之前拍每一部都有他媽指張 OK 即便今天他裝的全部都是水冷 也會有人說 為什麼他顯示卡不用那個 為什麼他CPU不用那個 為什麼他記憶體不用那一個 你媽怎麼不打算生顆腦給你 其實要回來這些問題都很簡單 就是他媽錢不夠預算有限嘛 不然你真當他媽每個人都他媽有錢 組這麼很屌很屌的電腦 就像有一天你要買一台汽車 你買一台Toyota 然後你朋友問說 你怎麼不買法拉利 你他媽智障啊 MEA電競館呢 沒有要多賺任何客人多一毛錢 它只是負責幫你準備出一台最適合你的電腦 你必須要用你的金錢去付出他用那些時間 用那些頭腦去幫你組裝一台電腦 任何電腦的這個組裝公司都是一樣 老闆的專業就是這麼做 你需要用到什麼樣的東西 你今天要剪輯影片你要做特效 你要拿來工作用的 那就幫你做一台工作機 那你今天如果是要玩遊戲的 你要玩很屌的遊戲 你想要效能開到最高還怎麼樣了 當然老闆又要幫你做一台遊戲專用的機器 不是說遊戲專用的機器 你就可以一定拿來做文書作業 或者是一些影片剪輯上面一定會很順暢 並不是沒有一台可以是完全通用的機器 當然也是有啦 但是就是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錢 但是我們今天是在一個有限 每一個人都很拮据的狀況 現在經濟景氣這麼不好 對吧 我們當然只能從這些工作效能上面擇一 那如果說你遊戲偶爾做做文書那也還好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電腦不是買來做特效還是怎麼樣的 老闆呢 就會依照你的要求 去幫你訂做一台你的電腦 難道有一天 你要買一台貨車 你要載貨 你需要載貨 你會跑法拉利去看嗎 你會跟法拉利說 欸我要一台貨車我要載貨 會嗎 不會 因為功能需求不一樣嘛 常常有人喔 買電腦喔 都是抱有這種僥倖的心態喔 預算不高 然後又想用一台很屌的電腦 誰不想這樣 老闆 他是出來做生意的 他是出來為這些客人不懂電腦 不會組裝電腦 不會配備電腦的人 而誕生的 他幫你們組裝電腦 完全是依照你們個人的喜好 個人的需求 去幫你們做定做 老闆不是做實際的OK 老闆不是說 老闆我今天預算很低欸 我想要用一台很好的電腦 老闆就說 我貼錢我幫你弄 有這麼好的事嗎 有這麼好的事 有這麼好的事 你幫我買房子 幫我買車好不好 那因為我 沒有錢買電腦 所以想說 把這個國外頭的電腦 新電腦 從音樂那邊寄來 給我看一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看我會不會心動 又想要再買一台電腦 所以就想說 在家裡 給他開個箱啦 OK 那國外頭這台電腦呢 是八核心的 我那台電腦 四核心 但是已經是兩年前的產品 那因為國外頭呢 他有一些剪輯影片 一些特效的需求 所以呢 就把他的CPU 他的核心數 提高 提升他的工作效率 那麼他的八核心呢 當然對他剪影片上面 也有一些很大的幫助 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間 買電腦 會比兩年前的電腦 還要便宜很多 花比較少的錢 都比我現在的電腦好 我現在的電腦 就是兩年前的中高階機型 雖然我很想把他 但是不行 介於我們之間的友情 我就是負責 借一下他的電腦 來看一下 有沒有符合我的口味 有沒有 讓我想 再買一台的衝動 如果黃龍琳這一陣子 錢有賺到的話 我是真的蠻想換一台的 你看一下這個 這裡面真的很帥 光這個主機板的敗家之眼 就他媽帥到我了 然後這個燈 你看一下 這風扇 哇 這燈 這裡面也太乾淨了吧 哇靠 欸對齁 這邊有個遙控器 可以去調整他的光 哇我剛剛調了一下 你看 我現在把燈關起來 哇 哇 我現在把燈開起來 哇 我們現在把燈變紅色 哇 我們現在把燈變綠色 哇 Fleesh是什麼 哇 夜店 歡迎來到夜店 蹦蹦蹦 哇嗚 哇 好我們現在用個 Storobi Storobi是什麼呢 Storobi就是個慢閃 慢慢 就叫慢 單一顏色這樣 哇 哇 我嗨喔 我很嗨 然後我們再一個 FADE 不知道什麼意思 你看 就是一個快速 一個換燈啊 一個呼吸的一個感覺 這電腦我真的很喜歡 我的天啊 我存一點錢啊 好不好 各位再看一下新的電腦 我們到時候 舊的電腦看是要抽送給你們 還是賣給你們 隨便 好不好 那麼鍋蓋頭的電腦呢 我們就大概這樣過電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喜不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去找 MEA電競管 跟他講說你要的需求 還有你一些外觀上面 你想要的一些變化 都可以跟老闆討論 OK 完全是一個 客製電腦的一個好地方 那麼 那麼鍋蓋頭的電腦呢 我就不插電做使用了啦 因為這是電腦畢竟是他的 要測試效能呢 也不是說馬上就測試得出來 還是需要 一段時間的一個 精力 才有辦法 知道電腦的效能 會不會OK 好不好 OK 但是我相信啊 我們全部人呢 使用的MEA電腦 用了這麼久 沒出什麼問題 就算有出問題 MEA也會全力幫我們解決啦 好不好 不是說只有我們 每一位客人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麼這次呢 我們這個電腦呢 開箱 其實大概就這邊 OK 這是電腦 我要還給鍋蓋頭了啦 難過 好想把它按扛起來哦 真可惜 好啦 往您過陣子 存點錢 好不好 希望我也可以畫一台新電腦 bling bling的電腦 用一台屌一點了 好不好 雖然現在的電腦其實就很夠用了 用了兩年多也沒有什麼問題 傑森啊 小毛啊 DE啊,還有我 我們都是用這個MA電競管的電腦 使用起來呢 效率都還不錯 效益也不錯 那麼,你們挺不挺我 我是不知道啦 我是挺你們啦,好不好 那麼,我們 下一位明天 掰掰 特定,我們在這裡 提供了 說不定